大家好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上车史书呢 目前来讲呢 跟昨天的结论差不多 但是呢 有人说啊 今天下午有一个学员说 说11月份也不会有操作的 这个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看图 目前价格在这 向上走突破趋势 向下走 形成结构 11月份我觉得 它不可能总在这横着 这两天横着已经够奇怪了 是吧 它不可能总在这横着 所以11月份大概率是有操作的 11月份啊 稍安勿躁 就是耐心等待 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重点讲一下 上车五零指数 请看文档的第二张图 上车五零呢 就这一波呢 是有一点点加速的意思啊 我们上一波买 是因为大家注意啊 是因为前面周线降速 然后日线又降速 它有降速啊 那这一波回调之后呢 当面位置 就这一块它是有点加速的啊 这块是有点加速的 在降速的过程中 咱们是不知道未来会加速的 主要是不知道未来会加速的 所以呢 这个近来之则安之嘛 近期呢 是走得很弱啊 上任五零指数呢 比其他的指数走得多弱 核心资产类的股票呢 一顿下跌是吧 那么我们前面说啊 它已经跌了19个月了 最开始我们买是因为它便宜 对吧 它跌了19个月 比其他的指数跌的多了 跌的多很多 所以呢 从这个超跌反弹的角度来讲呢 买跌的多了 然后呢 它又降速 又有周线的底部结构 又有月线的底部序列 是吧 但是现在周线的底部结构 也没有出现墩化消失 周线的墩化还在 今天呢 基本上是全周期了啊 上一次周线底部结构的时候呢 小周期是没有的 只有周线 这次呢 全周期啊 全周期 3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120分钟 日线 周线 月线还有个 序列低时 月线还有个序列低时 但是这个日线呢 还是有加速的迹象 有加速的迹象 所以这一波呢 就先看 这个分钟周期 能不能形成结构 最主要就是下周一 下周一 但是形成结构 我们也不操作了 大盘股买四成长 就算 就算很多了 那么但是现在有一个 大小盘股的 这个 大小盘股的 平衡问题啊 这个将来等小盘股 出现低点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平衡 但是大盘股出现低点的时候呢 就是不操作了 不操作了 但是 就这个低点 要比上次的低点好 不是说位置低啊 上次们只有周线和 月线的序列 周线的结构和月线的序列 这个呢 是全周期结构 从30分钟 到 周线啊 全周期结构 我们管 原来管这种 叫做海添一色是吧 现在也很少见了 很少见了 好 看一下120分钟 120分钟 顿化加8 所以下周一很关键 就在于下周一 出现顿化加9 时间是下周一的中午 顿化加8 下周一的中午啊 下周一的中午 120分钟级别比较大啊 目前来看 级别还可以 90分钟 90分钟不是顿化加9啊 顿化 上面有9 但是有9的时候 它还没顿化 顿化的时候 它没9了 只有故事了 没有9了 所以90分钟 不属于动化加9啊 90分钟不属于 60分钟 60分钟 动化级别也比较大啊 就是这一波 其实分钟线的 动化级别比较大 动化啊 所以呢 下周一呢 下周一呢 很有可能形成结构啊 很有可能形成结构 尤其是注重下周一的中午 下周一的中午 这个形成结构之后呢 可能小周期先形成啊 小周期形成的话 可能会引发大周期 这个点呢 是要比上次我们选择 那个点要好 但是 咱不太适合逐格的啊 就上次选的那个时候呢 当时是有降速的 就速度也这样了 周线也有结构 都是符合的 那么现在来讲呢 就是降速之后又加速 又加速之后又形成 各个周期的动化 所以现在目前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下周一 首先呢 是下周一看 底部结构形成 但是形成呢 估计怎么也得到 下周一的收盘 和下周二了啊 各个周期啊 预计是这样的 预计是这样 那么大盘谷 如果底部结构形成的话 如果小盘谷 还是强于大盘谷的话 那小盘谷会继续走向 大家看这张图啊 会继续走向 继续走向的时候 不排除有一个四浪的高点 就是再穿轴的时候 还存在四 还存在四浪 那么就要小盘谷 就上个主书来讲 就看它是不是穿轴 先看穿轴啊 再看趋势 好吧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像日月半学习 日月半学习 明胖啊 你这日月半给我整蒙了 日月半 还挺形象 日月半 我仔细一看 原来是明胖啊 下周一小盘谷会买了 不会啊 不会 下周一小盘谷没啥 就不会出现买点啊 但大盘谷呢 其实这个位置比上次位置好 但是我们不能再加仓了 再加仓 除非我们高位还得减 对吧 但是你看啊 假如说 只是分钟线的结构 大周期日线和周线没有结构 你比方说60分钟90分钟有结构 咱们买 买完之后 比方说买两层仓 涨六天到九天 我们再把这两层仓减掉 但不行啊 这一波日线也有结构 周线也有结构啊 那你小周期如果涨六天的话 那大周期日线和周线 全形成结构了 那你又不能减 但你要全加仓 全加仓大盘谷 这里又不太合理 平衡性又不好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挺啥的 等着吧 西莱值则安值 基买值则安值 是吧 等着吧 但这个点是要比上次那个点好的 但咱不是事后如何 对不对 当时就觉得 当时就觉得 那速度已经降速了 跌了十九个月了 跌幅又大 是吧 跌幅又大 时间空间 估值 安全边际非常高 但现在来讲 就是说 就出现过几个很少见的情况 是吧 适应率一倍 适应率0.3倍 我前来看那个港股 港股 港股跌了50%了 指数跌50% 非常强悍 腾讯是从700多 跌到200多了 腾讯 700多跌到200多了 我四肠房错买了小盘谷 可以买大盘谷吗 错买了小盘谷 那这不然 那你要花成大盘谷 也行 那你别怕大盘谷继续入 你不能怕这个 但你要 你要是这一波买了小盘谷 大盘谷是要弱于小盘谷了 你花过来肯定是不吃亏的 好吧 再加两成小盘谷 关于小盘谷没有形成来点 现在我说多周期 海天一色的这个顿画 是大盘谷 是上升50指数 其他指数没有 没油 对清华老师讲课外的东西 课堂的魅力 在于非股票类的知识 你愿意听 但是有些人都不愿意听 我昨天是蒋里敖 是吧 蒋里敖 我说的很多话都是源自于律 包括 尊前作句莫相效 我死诸君撕我狂 蒋里敖死了 我们撕他狂 狂的可以 止损的话 到点位就是止损 还是收盘 止损和止盈 都是以盘中为主 不以收盘为主 止损和止盈 这个50 虽然说有海天一色的结构 但距离2445已经很近了 如果到位的话 是不是要微调 大概率不微调 大概率不微调 但也不一定能到 别看现在差的不多 但是也不一定能到 按理说 从 三轮五连指数 这角度来讲 就是说 它如果真跌到了2445点 或者2446点 那么基本上 顿化就会 至少有几个游戏会跌霉的 顿化跌霉的 如果不跌霉的话 下上走一点点 结构就会形成 结构就会形成 如果真到了的话 大概率是不微调的 原因就是 我们既然设定了止损链 我们应该止损掉 但止损的时候 可能还有其他的周期的底部结构 比方说 120分钟结构 没有消失 或者190分钟没有消失 那也应该是先止损 然后再等 结构形成的时候 是不是拷贝再买入 但是止损 是一码事 三百数 是另一码事 一码归一码 不要因为 对吧 不要因为 他还有结构 然后就不止损 还有什么问题吗 刘晓能 老师我哭了 哭什么 刘能都不哭 你刘晓能你哭什么 男人有泪不轻弹 激动的 激动的也不能哭 老师我又笑了 刘晓能 你见着面了吗 你一会哭一会笑的 你千万别唱歌 精神病院的 大夫一嗓子 去了六个 七个大夫去了六个 别人唱歌要钱 你唱歌要命啊 无聊 行情是挺无聊的 尤其是上阵指数 上阵指数呢 挺讨厌的 十一之后的那一周 上阵指数 上半周 就是前半周是跌的 然后后半周就涨过去了 对吧 如果不涨过去 哪怕那前半周 是平的后半周跌 到跌到周五的时候 周线就有顿化了 上阵指数周线就有顿化了 周线有顿化 一旦写死 一个板盘结构就形成 大家想想对不对 但是上阵指数就那样 是吧 周线盘中出现顿化 然后呢 就直接就消失了 到周五的时候消失了 现在周线也没有顿化 杀没有 对不对 杀没有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现在上阵指数呢 突破趋势 或者是向下的形成结构 现在中间 所以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 就是11月份 大概率是有操作的 不是没有操作的 是有操作的 但是呢 它形成突破趋势的时候呢 这个操作的成功率还是不高 还是不高啊 结构的成功率是高的 如果向下呢 形成这个结构 带结构的低点 第一个结构级别大呀 你看那120分钟 那上面指数 如果向下的话 120分钟结构级别很大的 结构级别很大 然后还得带一个周线的底部顿化 如果120分钟形成结构的话呢 就有12天的市场的上升 12天市场的上升 足可以把周线的底部顿化 给它弄形成了 注意啊 弄形成了 但是呢 如果啊 上升指数 要是形成120分钟底部顿化的话 我告诉大家 上升50大概率就是要止损掉了 大家能理解吗 大概率就是要止损掉了 因为上升指数 如果要形成顿化的话 创新第一 那到创新第一的话 还有很大的一段空间 上升指数 如果要是有这么大的空间的话 上升50是守不住了 所以呢 其实我今天有想 我说这个四层层 要不再加两层层 但是呢 就是出结构的 偏偏它就是上升指数 其他的上升50指数 其他的都没有出 那上升50指数 它不是说出结构的问题 是 是它所有周期全有结构 那你小周期有结构 它一形成 就会把大周期也导致形成 所以你这个 这个你 你除非加了不减 就将来换骨 但你 但你减就没有道理 知道吗 它不像是小周期形成高点之后 你像那个 是吧 你看我们可以找一个 四浪穿轴的高点 或什么的 不是那样的 路由这人不打地 不单抄李敖的事 还抄毛主席的事 别闹 你说的路由 是不是路易的哥呀 老师如果你破产了 是会去做直播吗 我做直播 谁给我刷李我 你给我刷阿波 你要给我刷李我的话 我不破产 也有可能去做直播呀 那你现在听的 不就是直播吗 漏了点的才算呢 我又没有颜值 本来想刷点了 是吧 你看脸 不刷了 感谢绑一大哥 感谢绑一大哥的 嘉年华和火箭 我提前练一练啊 练一练 到时候你给我刷点 多少的 是什么个事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难来的 北往的 去往加姆斯香港的 火车你靠拉力 登山你靠腿力 打麻将你看运气 看看你有没有财力 有没有运气 都说你有个搂钱的耙子 看看你有没有个装钱的匣子 怎么样 做直播可以不 气质拿捏的死死 嗯 气质这块还行 气质这块还行 不是气质 是气场 气场这块 还有什么问题吗 问我行情啊 我这被你们拐的拐的 一会儿又拐的偏了 其实昨天呢 其实昨天呢 是吧 本来没太想说聊 后来被拐的拐的 说了好长时间聊 哎 聊先生先去了呀 他其实对我影响特别大 特别大 就是这个 聊有一档节目 叫做聊有话说 还有出了好多书啊 聊叫做著作等身 就是他出的书特别多 著作等身 比他的身都高 但是他的书呢 有好多是 是吧 有好多是 不让出版的 在地摊上才能买到书 买他的书 然后他的封瓶呢 都是那种 是吧 有点像 黄色小说是吧 封瓶都是比较 比较凉快的 才能买到他的书 要不然买不到的 著作等身 然后他就有这个 聊有话说嘛 就那档节目嘛 那档节目呢 很好啊 我是 我是买了 不仅看了那个节目 还买了所有李敖有话说的 那个光盘 那个时候还是光盘的 光盘 然后就看这个李敖的 很多的观点 很多的观点 非常有意思 然后包括李敖的这个 文化之旅 也就是几个大学的演讲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那里面的很多的思想 都还是很 很好玩的 很好玩的 影响最深的第二个人是谁啊 当然是我老妈呀 我其实跟咱们学院说过 对吧 我的老爸呢 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爸 但是我的老妈呢 是一个非常不普通的老爸 我老妈很有思想 很有思想 我老妈反正是大家归系 是吧 小时候 就就 怎么说呢 就就他那个年代的人啊 就女孩子都不读书的 但是他从小就读书 从小就读书 这班里就没有几个女生了 就大部分都是男生读书 女生就读书的少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也就是家庭条件还算比较好 所以才有书读 所以读书读 我姥姥 我妈妈的妈妈 我姥姥还小脚呢 大家知道吗 裹脚 小脚 就是裹脚 三寸金脸 脚特别小的那种 就是小脚 但是我觉得 我妈妈可能是 是我姥姥的影响比较大 我姥姥呢 就是非常具有管理才能 管理几个儿媳妇 管理得服服帖帖的 只要一个眼神 你们懂啊 只要一个眼神 我姥姥 而且没有名字啊 没有名字 没有自己的名字 叫王梦氏 所以你看 这中国的历史上 有很多 有很多你不能理解的事啊 国脚不能理解吧 没有自己的名字 也不能理解吧 姥姥家应该是大户人家 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啊 这个 我忘了是什么时代的 是文化大革命啊 还是这个 就黑五类的那个时候啊 黑五类那个时候 我姥姥被抓了 被抓了之后呢 然后那个 我姥姥和我妈 在家里烧钱 烧钱 既不敢藏起来 也不敢交出去 烧钱 据说烧了一个小时 我说那得烧多少钱呢 我说就不能埋到地里吧 等我长大了 我去挖去 然后咱们说 那个年代不敢 我妈跟我说 那个年代不敢 烧了一个小时前 行了 这个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这个 咱们 啥天都聊是吧 啥天都聊 然后呢 这个跟大家说啊 就对我影响最 最大的两个人啊 最重要的两个人 十六点整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与她们